剛剛我在公司開完會下來 忍了很久,終於跟你們說得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開心的消息 就是剛剛確認了 在今年的十月底 就會開我第五次在紅館的個人演唱會 所以現在我就要去慶祝一下 怎樣慶祝呢? 今天決定要買完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一次過吃爆它 跟著來吧 嘩,真棒 不錯 最怕 這個行燈 好,一齊吧 先來吧 Hello 這個老友 你好 好啊,我還沒買完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這個好東西 反正現在在公司附近 當然要去吃我最喜歡的車仔麵 我要這個四吋魚蛋 然後就要麥魚 還有山腸 豬紅豬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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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熟悉,我知道我很大吃 哈哈哈 夠了,不要吃那麼多 好,開演唱會 哈哈哈 多好,無緣無故這樣宣傳 是呀,我開演唱會 哈哈哈 是啊 辣了,辣了 過了幾個月,不分分鐘不吃那麼多辣 當然 辣盡它 好,快點了 夠了 哦 夠了 什麼呀 不用了,不要了 環保 我回家用筷子吃就行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這一堆東西呢 就是平時呢 平時呢 吃都會買來吃都會這樣想先的 今天不要開玩笑 一幕過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鹹蛋魚皮 哦 問你死了嗎 哦 魚皮呢 你想想一下 加上鹹蛋還在裡面 哇 哦 真的 沒有可能吃一塊 嗯 吃了一隻皮 沒理由不吃掉那隻皮 這個是什麼皮呢 雞皮 這個雞皮 真的不開玩笑 小膽一點 我真的勸你不要吃 你吃過真的回不了頭 嗯 這個很癢 這個蝦條 是什麼味呢 是士椒炒蟹 士椒炒蟹味的蝦條 真的吹不上 嗯 很胃 雖然有點焦了 但是我自己看都幾分 加上它吧 是不是 加上它吧 這個呢 西多 真的好久沒吃過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掛著它 買到這些東西 哇 哇 哇 這麼足的東西怎麼會吃這麼少的算數 才可以的, 記得剛才我買過什麼嗎? 怎麼會把他拿掉呢? 真是好東西來的, 來吧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我都吃得蠻辣的 所以他的辣度剛剛, 因為如果太辣的話, 就讓他吃不到不停喝東西 但我剛剛這個辣度, 剛剛你可以又不用經常喝東西 但他就會吃到你好像有些... 生癢的, 不知道為什麼 很棒 最後一顆辣豬紅 清光了 認識我久的朋友, 當然知道我不會遺忘一件事 公仔麵 清白 今次真的大慶祝了 很滿足 很好吃 接下來我離開演唱會 還有七個月 應該沒有一口好吃 今天一餐過 滿足自己 所以接下來這個演唱會 究竟我是一個豬肉佬的上台 還是比以前更合理呢? 記得留意